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6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聚焦今日 Snowgoose Media努力为您呈现真实全面的北美社会 我是实习主播雪玲 首先我们为您播报的头条新闻是 特斯拉即将被纳入标普500指数 投资者疯狂买买买 据路透社报道 特斯拉股价周三上涨近3% 自11月16日以来飙升40% 当时标普道琼斯指数有限公司宣布 特斯拉将在12月被纳入标普500指数成份股 投资者抢在指数基金之前买入特斯拉股票 特斯拉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后 指数基金将必须购买500亿美元该公司股票 接下来为您播报加拿大新闻 加拿大恢复公民入籍考试 据RCI报道 加拿大移民部开始恢复因全球新冠大流行而暂停了8个月的公民入籍考试 新考试将在网上进行 加拿大移民、难民和公民身份部 RCC今天11月26日启动了一个新的网上平台 适用于公民资格考试 RCC表示这个平台将在今后的几个月内进行试用 首先让那些本来有预约担任疫情而被耽搁的人进行考试 这部分人中大约有5000人 在监控证明了这个考试平台的可靠性后 移民部可能会在新年初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网上平台进行考试 加拿大宣布将重大拨款启动全国托儿福利系统 据新华网报道 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将通过与各省达成安全重启协议 追加拨款 以援助在COVID-19疫情下面临财务危机的托儿中心 并将在下周发布的经济报告中 为一个新的联邦托儿机构拨款 财长方慧兰的办公室表示 不会讨论财政报告的细节 新防疫禁令下BC电影院被迫暂修 据新岛环球网报道 周一省卫生官亨利医生澄清表示 电影院适用于上星期公布的最新限制令中 因为我们必须减少社交互动机会 Cineplex最后从周一晚上起 宣布暂时关闭电影院 Landmark Cinemas也宣布 从周二起关闭其电影院 两家电影院应商都已经从其网站上删除了电影票预定选项 最快要到12月7日后才能恢复营业 温哥华将空置税提高三倍 据Vancouver Sun报道 温哥华的空置房主将在2021年起开始获得更高的税单 目前的房屋空置税是房屋价值的1.25% 而去年的空置税是1% 肯尼迪市长在周三的会议上提出了一项修正案 将从明年开始将空置税一路提高到3% 肯尼迪市长说他希望此举使得更多空置房主将房屋出租 或者出售给居住在那里的人 情况是议会此前曾支持更加平缓的征税计划 但肯尼迪市长说 我认为现在提高空置税至3%是正确的做法 B.C.省卫生官员表示 准备在1月份分发疫苗 据Vancouver Sun报道 B.C.省卫生官周三表示 B.C.将在1月份之前准备好疫苗 与此同时 巴尼·亨利博士报告了B.C.省COVID-19死亡人数 创纪录的一天 在星期二中午到星期三中午之间有 13例死亡 738例新病例 再为您播报国际新闻 苏格兰通过立法率先免费提供生理器用品 据B.C.报道 苏格兰议会周二11月24日 一致通过了生理器用品免费供应法 成为世界上首个项全民免费提供女性生理器用品的国家 调查显示在整个英格国家 大约有10%的女孩完全买不起生理器用品 15%的女孩感到负担 还有19%的女孩因成本原因只能选择不太适合的产品 除了月经贫困 该法案还希望消除月经羞耻 研究人员表示 这对年轻女孩来说尤为重要 调查发现在14至21岁的受访者中 有71%的人对购买生理用品感到尴尬 该法案旨在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教育的影响 研究人员发现 受调查女孩中有近一半因为经期而缺客 苏格兰境内有32个议会区将让任何有需要的人 能够相当容易地以合适的尊严获得不同类型的生理器用品 新加坡女主管做抽脂手术死亡 据联合早报报道 44岁的新加坡跨国公司部门女主管杨秀文 于2013年做抽脂手术时死在手术台上 事隔7年杨秀文的丈夫起诉医生舒服 是个青年杨秀文的丈夫起诉医生舒服 索赔失去主要经济支柱对家人造成的损失 包括少妇每年所赚取的至少42万元的收入 高庭法官裁定是医生福志文的疏忽行为导致女主管丢命 需赔偿她的家属近560万元 下面是中港台新闻 中国外长王毅在日本提出解决钓鱼岛纠纷建议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日本首相菅英伟25日与访日的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 菅英伟提及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的活动 还要求中国尽快撤除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 王毅则表示日本渔船反复进入敏感海域 公务船以外的船只不应该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盛信 拒绝王毅改善钓鱼岛事态的方案 强调日本渔船依照日本法令 开展活动没有任何问题 最后为您不报一条关于COVID-19的新闻 欧航CEO称其国际韩帮未来将引入疫苗证明 据德国资深报道 澳洲航空公司计划在疫苗获得批准后 仅允许接种疫苗的乘客乘坐该公司的国际航班 该公司负责人乔伊斯周一11月22日表示 这一措施将在公众能获得疫苗之后实施 不过包括汉沙在内的其他航空公司并无类似计划 澳大利亚卫生部长Hentor周二则表示 入境者未来如果不想被隔离14天 就需要提供接种疫苗的证明 澳大利亚在疫情中的入境限制措施 属于世界上最严格的国家之一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新闻就为您简要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内容 请浏览雪燕传媒的网页 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